有媒体称 在战斗中 乌克兰击毙了朝鲜士兵 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 那么俄罗斯是否需要朝鲜的外援呢 这件事实际上和中国也有一定的关系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宾论评 英国卫报报道 据可靠消息人士称 乌军在乌冬的一次作战之中炸死了6名朝鲜官兵 那么这次战斗中 乌军反映还有更多的朝鲜士兵和俄军一起作战 乌克兰方面就证实了这种事情 这种事情目前来讲 乌克兰说是有这么回事 可是他也没有拿出这些具体的证据 在目前阶段来说 虽然是会有一些朝鲜军事观察员在俄乌战场的前线 但是朝鲜军队进入俄罗斯作战的可能性并不大 首先俄罗斯还没有微动到需要大量外援的程度 而且到目前为止 俄罗斯还是把它定义为特别军事行动 而不是一个全面的战争 他也没有做全面的战争动员 俄罗斯本身的兵员是足够的 虽然说有些外籍人员参战 但是都是以个人名义 或者是民间的名义 或者是从中东雇佣过来的一些军事人员 他并非两个国家之间的军事合作 第二 现有的政治环境 俄罗斯他不想过多的触及朝鲜的因素 你说像朝鲜买一些弹药 弄一些武器装备什么的 这个肯定是有的 这个影响不是很大 如果是呈建制的引入朝鲜军队 这个就是一件大事了 会进一步恶化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 这俄罗斯他的一个目的还是要跟西方达成一定的妥协 你要这么现在一干的话 把这个矛盾再加大的话 这肯定不利于俄罗斯进行后期的政治探访 第三 俄罗斯他也不想把这个事态进一步的升级 你比如说乌军不是突进了库尔斯克吗 你到现在俄罗斯也没有把他完全赶出去呢 但是俄罗斯他并没有把这个定义为 这是在地方是这个努克兰的乌军的进攻 而是把他定义为是恐怖行为 这个他就是不想引发事态的升级 他也不想触发俄罗斯与朝鲜之间 以及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之间那种军事同盟的条约 第四 即便说俄罗斯到了非需要外援的时候 也未必就会去考虑朝鲜 因为这个将会触及到我们对朝鲜半岛的把控 俄罗斯不想影响到和中国的关系 朝鲜也未必敢触碰我们的底线 还有传闻说 朝鲜派出了大量的工程人来 在为俄罗斯搞建设 甚至在俄罗斯的前线去修筑公事等等 这个可能性就非常的大了 俄罗斯最近这一两年来 特别是今年的外劳的情况 确实是越来越少 因为俄罗斯的外劳 它大部分来源于中亚地区 但是俄罗斯境内近期的一些恐怖事件 和中亚人员有关 所以俄罗斯正在清理国内的中亚人 这劳工就出现了短缺 那这时候从朝鲜引入 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英国卫报的消息 说朝鲜人又被炸死 这说不准就是这些在前线 为俄罗斯进行施工的朝鲜工程人员 不过话又说回来啊 朝鲜的军队是大规模进入 俄罗斯作战的这种可能性 或者这种潜在的可能性 它还是存在的 但是你要有两个基本的前提 第一呢 俄罗斯在战场上遭受了重大的失败 这兵力严重不足 第二呢 朝鲜半岛的局势 那是恶化了 那促使朝鲜认为啊 必须要加强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 通过派兵参与俄罗斯 形成这种适时的军事同盟关系 但是这种可能性呢 非常的小 你想想啊 如果是朝鲜半岛形势恶化的话 俄罗斯呢 他未必会更深的介入 甚至呢 他未必愿意和朝鲜的关系 再一步的密切下去 反而呢 是我们中国会更加的关切这些事情 甚至说我们会也先有所动作 那俄罗斯在这一方面上来讲啊 他可能更多的持一个观望 他也不希望朝鲜再把它捆进去